大家好 都挺诞成的 有没有三血配四血是吧 还是有周泰 周泰是个神将 而且陆迅作为这个吴国的核心 是可以选的 陆迅这个武将是这样 就当他没有队友 或者自己排少的时候 就非常的弱 但是他要么有队友 要么自己排多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厉害 也是相当于一个 有过牌的武将 可以打逆风 就是如果排多 因为他是可以洗出未知牌的 在三国家这个游戏里 能过到未知牌 这个能力就是绝对不容小觑的 好 咱们看一下这一比赛 陆迅周泰 这一支笔直接看了下八号位 然后估计他也没有什么冲动的动作了 这个完开完移来就差不多了 好的 亮出来一个恐龙 恐龙直接给了六号位 这个就不知道他是什么心理了 好 这个八号位打了个无限 那这应该就不是装身份之类的 就不是说我故意不给你装个身份 要不然你打着无限有什么意义 他打着无限 无非就是表示我被你看了 是吧 而且你还给六号 好 外面有改叛 张角 司马 是哪一位呢 哪一位打仙 原来在这里 老司机组合 老司机组合引领咱们开启 今天的班车 非常不错 挺好 反正咱们有周菜也无所谓了 他愿意打就打 不愿意打就算 此地伤不到我 就是真机伤不到我 此罪可免 活罪难射 好 这边一个放逐一个乱谈 想到理 他是应该放逐咱们的 因为咱们在他上架 保证安全比较好 小桥乱谈桥 乱谈了逃坯 导致咱们被翻 这边他又来 万年又要放了 又要放 行吧 美国你愿意放就放 但是你有没有逃呢 你没逃这个乱谈桥 万一又丧心病狂谈逃坯呢 你们夫妻本是同里鸟 相间何太急 他放万键 咱们这里把一张五谷 拿到名闪出掉 看看乱谈桥会不会打 敢不敢打 乱谈桥一点不从 直接谈一发 鱼鱼鱼鱼鱼 很鱼 混进了鱼塘 不会弹死了吧 好 我只能说这个 猛人有猛福 这边还有雷公主 只能说 真鸡司马 老司机这只狗 不但把自己的老公打死 然后还遭了一道雷劈 遭到了天谴 有趣 Interesting 反正是我 我不太敢谈 我怕这个越谈 拍越多 一会连动就秒了 反正这种挺虎 有趣 国家也出来了 好的 这个就热闹了 魏国群雄 很热闹 我感觉贾许和这个谁 是开黑的吧 和张角 这个孔 孔荣是上来 在什么情况下 就把这个牌都给了六号 我就不能理解 这边又出来一个话图 看起来局势也并不是 能容乐观 这边还有邹市 邹市很克制咱们 好 这边他也不方便 火攻国家小桥 只好火攻咱们 OK 可以 可以 话筒叫手一抖杀了钟 这个神乐 神乐没有无邪是出不赖的 有张角 天下大事唯我所控 天下大事唯我所控 好 还有二张还不错 那不错 捡一堆这个手牌 好 还有何太后 完了 何太后这一读 真机司马去了 因为有完杀 再见 走好不送 好 三为三 此时你看啊 还想乐咱们 想多了 其实这里感觉他乐 这个谁可能好一点吧 乐二张好一点 因为 你就算乐住这个暗将 你是二张将 你乐住这个二张的话 有张角 他出不来 这乐到陆续 陆神将就是神将 你看 此时就是 手牌多 手牌多 自己手牌多 队友也手牌多 这个一代 收益就非常高了 可以把一些 没有用的牌 过成这个 有用的牌 好的 冰凉给拆掉 陆神将就是厉害 你不怕威乐 再过牌 这个 陆迅 这个核心作用 还是很高的 这边自己 虽然没刷到 什么特别好的牌 但是 二张应该可以 刷到很多 不错的牌 好 给装备 开始过牌 让二张去主打输出 这边没有亮周蔡呢 是希望他们来 集火自己 这个浪费 他们的输出 对吧 当他们觉得 能打死的时候 就会倾注全力 就有可能啊 能打死你 因为结果打到周蔡 这边肯定是 先集火华佗了 有华佗 必集火华佗 再杀一刀 这里其实杀一刀 贾许可能好一点吧 因为杀华佗 反正他也是 一堆牌要买 这恐龙离线了 我应该还会回来的 相信我 好 借刀 刀忽悠过来 哎 你别说啊 就这个匠面 这个还真不怕 他们批 连他们批谁 也不好批 批小桥 咱们周蔡 反正也不怕被批 对吧 批国家 你不等他 蹦蹦达 是吧 好 翻了小桥 然后搞一下小桥 斧头拆掉 哎 你看恐龙回来了吧 划个闪电 他们想批死国家 行吧 我觉得你们批国家 并不是什么好事 如果批不死 很麻烦 国家徐晃量将 双量 人是体 犯是刚 一顿不吃 饿的话 啊 砍一刀 这里恐龙呢 需要这个 给这个张角一些梅花 控制一下冰凉寸断 减少这个损失 杀张角了 哈哈哈哈 张角没有啥 暴露了 好 其实他杀张角 可能想要张角批陆迅吧 嗯 其实这一刀杀的并不好 为什么 这国家 批两血国家 批了基本上要崩 这边陆迅有白人狮子 那边有小桥 他批不了 这肯定是不能批啊 发现张角没有闪 只能被迫给张角闪了 本来这边没有人杀张角的 可以把闪给画图 今当稳固内政 疑于外患 这边再给 这 但是啊 张角有闪了 所以就没有去杀 行吧 其实可以杀一刀 就忽悠他去批 你批谁吧 你愿意批 陆迅你就批 陆迅玩有狮子 你愿意批国家 批国家更好 救起来这个 他们就崩盘了 而周氏还是很销魂的啊 这也把国家翻了啊 一决斗啊 非常的骚 感觉他们要批国家了 他如果批国家的话 咱们这里可以尝试救一下 因为二张小聊 是非常大概率有桃的 他过了无数张牌 刚才那一大堆手牌 包括一代老 这里一定要救啊 救起国家来 无论如何都是收益 就算和太后把他堵死 他把牌分出来 因为陆迅是需要牌的 陆迅有牌 好这里国家可能是 其他的牌没有分 可能是还希望自己活 那行吧 分出来的牌 只分出来两张 夜国被堵死了 少年 你还不如分出来的 远交警工什么的 分点杀什么的给二张啊 反正群兄要置女于死地了 何必管他们呢 好的堵死 那接下来这个 咱们就得过牌了 这里就不藏了 再藏没有意义了 再藏没有意义了 需要过牌 迅速打死华佗 但是华佗一堆牌 这此处必须找到一个神乐 我觉得才有翻盘点 此时就是几天陆迅过牌的时候到了 顺手牵羊 没有减一马 来个减一马 去顺一顺画佗啊 张角什么的 没有了 继续过吧 一定要找到乐啊 找不到乐就很难打了 找到铁锁 九属性杀 但是也不太好杀 主要是有华佗 华佗牌太多了 你这时候去搞 肯定搞不死 疯狂的找 就是要找乐啊 有华佗这个就 足以找到乐了 找到乐就好 有华佗这个铁锁连环 九属性杀也不太容易发挥作用 好 这里他选择留了一手九属性杀 可能准备下回合启动 这样是比较好的 这个瞎读啊 你读小乔干什么 有毛病吧 小乔你也读 这真是有毛病 二章这里也是丧心力狂 我觉得二章去谈周太是最好的 不要谈华佗 为什么呢 因为你谈华佗 就是他虽然被乐了 就是假如他乐住 你能捡一堆牌 但你谈周太 其实是一样的 周太无非就慢慢血 对吧 他也死不了 谈周太的牌是稳稳的 你谈华佗 如果谈出无限什么的 就很麻烦 对吧 就很尴尬 所以这里我感觉 是谈周太稳一点 你谈华佗 你捡牌 其实和给周太是一样的 都是磨牌 对吧 你这真的 谈出几个无限就尴尬了 只要这个乐主 下回合是非常有机会的 利用这个铁索莲花 九鼠银沙 好 成功的乐主了 还好没有谈出无限了 这就非常 这个二章就可以发财了 你看啊 这个二章捡了一大堆牌 过拆射手什么的 对吧 好的 这里恐龙就不要进行输出了 就给华佗排吧 给华佗排好了 这里开始夺势 找过拆射手 把华佗的手牌清空 利用铁索莲玲 九鼠银沙 这个戴飞华佗 对吧 可以考虑连这个小强 造成多点伤害 我觉得带走华佗的话 他们还是很有 很有这个优势的 拆掉一张红牌 OK 在手里还有一张黑 两张红 继续夺 最好还能找到更好的牌 铁索莲环 乐他就留了一下 好吧 乐可以留一下 这边他们在赌了 反正烈士求赌了 但是其实是蛮危险的 其实是蛮危险的 大家注意这个结算 这结算没结算完 所以他不能摸牌 替我挡着 好 这边成功的带走华佗 非常好 然后再多试 所以你就看出陆迅的强大了 陆迅 这个通过强大的过牌能力 对吧 找到了K牌 陆迅找K牌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把冰凉顺掉 而接下来呢 优势还是很大的 因为二张那边捡了一堆进攻牌 捡了一堆进攻牌 他这里也并没有选择乐张角 可能觉得乐张角没用 其实还是应该乐一下的 我感觉 乐住比较好 稳一点 千千君子不引倒权之水 好 张角又开始 张角说 就你们两个小屁孩 还玩着过我教主 你已经都快要被吊打了 还如此的嚣张 好 他天怒了 不过二 二张这里 二张这里是 应该是肯定有大量猴子的 但是也不是很虚啊 千者得之饼也 不过有可能被邹市偷袭掉 乐住是稳一点的 刚才没乐住 但是他只有摸了两张牌 能发挥的空间也是很低的 你要扎谁 你要杀恐龙好的 可以 但是他有八卦证 你是杀不中你 这个乐希望能乐住 这个乐乐住还是比较关键的 因为他手里牌非常多了 好的 成功的乐住 其实你看啊 就是单纯说 陆迅周蔡二张小乔 这两个组合 其实单纯是并不强的 为什么他们能变得这么厉害呢 就是因为有陆迅这个夺势 这里雷不雷 其实都没什么卵用了 雷谁也雷不动 竟然不怕雷 你敢信 我一个小乔 一个周蔡 你看就是 你看这夺势是不是 就是他能洗牌 把一些烂牌都洗成好牌 是吧 就洗到了很多好牌 国之大事 审视为先 高给江一马 过了 不给二两人怀了 就稳一点 行吧 就无所谓了 再继续杀这个贾许 贾许这八卦阵下不下去 就有点麻烦 八卦阵下不下去 下去 如果下了八卦阵 这个贾许两下的卡 就不敢死了 这边都满血了 他们就很难进入了 杀小乔不敢杀 已经不敢杀了 好 杀周蔡随便 杀周蔡你也一时半会儿杀不死 好 这个张展说来 来嘛 我有闪杀我 杀了 其实杀也无所谓了 你就算杀 批一下 那你没闪了 接下来这个陆迅和二张就可以激活你了 是吧 这一手黑啊 一手大黑盘 这八卦阵就是下不掉 好 不过他盼黑了 终于盼黑了 他把闪都给张脚了 自己没闪 开始掉血 血线被压就很难 很难搬过来了 是吧 干嘛 你要干嘛 顺刀是吧 顺手牌 好吧 何必要顺呢 何必要顺呢 要把队友射死了一会儿 队友有潮 这里谈周蔡比较好 不要乱谈 不要乱谈恐龙了 你大谈恐龙 谈不死就出事了 谈周蔡非常的稳 批九批 无所谓啊 批九批 反正小乔肯定有潮 小乔不可能没有潮 砍过去 砍死吧 诸葛连弩了 这里 这里杀张脚就可以了 他先用黑杀杀这个假取 也是可以的 反正剩下红杀 再杀张脚 都无所谓了 直接再走 这把这个真正体现了 陆迅核心的作用啊 看第二句吧 主持人玩家的地 叫KNO 在九区的玩家 改参录像 这里只能选张聊点位了 强配 什么张聊点位啊 张聊曹操啊 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啊 嘴上说的 和这个心里想的 就串行了 串字了 这边一号位 无中生有 容我三思 孙权直接选择手量 可以吧 这只比看三号位 路人吧 就是什么武将 你愿意亮就亮 都可以 这个孙权倒还算理智 没有胡逼开南门啊 把南门给扔了 算你理智啊 哎呦 哎呦 鲁肃表示我要开团了 大屋 咱们开启团了 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啊 就是你 你如果真的能开启团了 固然厉害 如果开不起团了 就就要倒霉了 其实 第一轮的话 没有必要 观察一轮再 再看吧 对不对 这边当然了 直接耗尸给孙权一队牌 确实是很赚 但是呢 但是八成会被中个乐 就很可怕了 好 这边黄月英 夫妻道 黄月英卧龙一看 就出来 反正就开始搞 黄月英就随便砍下架 表示反正我也有队友 行吧 砍就砍 你不是有这个吗 我之生计 那你还砍 那一砍中了 就不能我之生计了 是吧 反正咱们这里 两无两数 咱们不会去砍数的 因为你砍数 蜀国就不会去打 我就打你 所以这里肯定不会去砍数 砍数简直蛋疼 卧龙看咱们没砍 就反正就顺了一下下架 明示之后 哎呦 南蛮出来一票 出来一个队友 出来一个恐龙 一会观察观察八号 是什么吧 反正 肯定是不能亮的 亮的话就仇位 对吧 出刹 看一看恐龙 看一看恐龙 有没有什么暴力武将 挂个简易马 那去顺卧龙 好吧 毕竟对吧 毕竟两无两数 顺一下就顺 当然这其实他可以不顺 就过了 因为两无两数 你就没必要飞去单拉 这个鼠国潮 讽号 这里邓爱看暗奖了 那邓爱一会会告诉咱们 暗奖身份的 咱们也并没有什么可以虚的 邓爱嘛 还配个三学武将 也有可能是麦姐的 基本上嘲讽会比较低的 咱们只要不显露出 大卫国的迹象 暂时炮我还是打不到邓爱那里 这孙权竟然没有贝勒 也是幸运 一对牌 是你发挥收得到 雕虫小技 然后开始这个比赛连赢的时候到了 看看你无亵渎 还是我的进攻手段多 鼠是想说什么 你这关羽只要藏好了 我跟你说 大鼠这波稳如狗 这关羽藏好 好 卢大师 拆了放万键 其实这时候 他是可以放万键的 玩这门一孙权嘛 又挺像周泰的 其他人也都不亮 无所谓了 你可时得此阵 其实我感觉八号可能 八号可能不太像五 是五可能强行开团 也不好讲吧 先看看 一会反正邓爱会告诉咱们的 再下一道 弄死红月鹰 他们还有神乐 神乐 卧龙又没有无谢了 好 卧龙没有无谢了 无谢都刚才各种胡必打 你要想清楚 这副牌有两个乐 对不对 这副牌有两个乐 乐还没有出 咱们这也肯定吃个套过了 就很有可能被乐的 越到排队里 前面没出乐 你这后面出乐的概率就很高 你在老刷一拨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恐龙呢 也说不准 唐个大嘴 什么时候就突然袭击一步 他亮了个话图 哎呀 你这个亮了话图 我觉得你就很难 回到后面了 我感觉你没有必要亮话图 凉血就凉血呗 反正你手里留红牌挂红装备 什么时候要死了再亮 这里邓爱去借刀打了一下 这个暗将 暗将不是为了 当然这里暗将是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是属是群都有可能 因为这里也只有无国的刀能借 别的都刀都借不了 不能说借无国刀 一定那个暗将就是无 没有别的国家的刀啊 所以说暗将是什么都有可能 他都希望把暗将压制出来 这样让自己的操绵更低 所以咱们就更不要去给他拉嘲讽 这里相信一下黄元英 沃龙还是要救一下的 一个来一个乐啊 这两个乐全贴给黄元英了 有趣啊 这边大乔还来个 你累了 此时主视角决定装一波 装一波 希望黄元英打爆 吴国的头 这里可以装啊 反正黄元英肯定是去打吴国 也没有问题 黄元英这里就去看了一下案件 看了一下八号呗 打爆吴国的头 反正咱们的这把就是要潜伏下来 好 这边咱们去查八号 反正不管他是什么 他是无属群都不重要 反正他不是位对吧 咱们去砍他 反正这把就是肯定是不会亮了 就是因为你就按着 哪怕按着死了 无所谓 只要曾爱没有嘲讽就可以了 好 邓爱打个无蟹 是我我就不打无蟹了 他决定弄暗将 行吧 就是其实你就没有必要动 是个群雄 是个群雄你就更没有必要动了 是我 我不打无蟹 我就呆着 没必要啊 你咱们打去呗 两群两鼠 两无 暗将呢 你就当他是鼠也无所谓 也不可能这个鼠锅碾压对吗 这边才这一支笔看一下 看了咱们了 看他会不会说牌 不说牌就是好同学值得表扬 看一下鲁肃怎么 鲁肃肯定要弄死黄远英了 这黄远英就反正是肯定 肯定要弄死 他就算咱们是鼠 他肯定也是弄黄远英 这个毫无疑问的 黄远英那必须要鼠的 我去 又给乐住了 这干啥呢 你这在搞笑吗 鲁肃 你是在搞笑吗 你把卧龙牌都录给黄远英啊 让黄远英恢复一波 那边有连赢的 人家有奖费 人连赢很可能连赢出黑牌的少年 他以为 如走黄远英给那边一张红牌就放不出来了 他人有连赢的 好的 九杀 带走鲁肃 孙权可以放弃鲁肃了 没必要救他 这里你真的没有任何意义救他 你想啊 对面剩下这些人全部都不是吴国的 随便谁砍一盒就死了 你能救得过来吗 你就放弃他 然后你去压制暗将就好了 对吧 你放弃他 你想啊 你放弃他 你就跟邓爱一样成独苗了 此时然后就进入群属护司 对吧 然后群雄还有话陀 这时候群雄的嘲讽瞬间又超过吴国 对吧 然后你再去明正言顺的压制暗将 多好 好 恐龙反正继续给牌 给一波牌 邓爱一看 邓爱一看啊 你们群雄这个话陀这么失大 压制一下 当然他另一个架他也没亮 让你救 救吧 救的开心吗 救的开心吗 全脱光了是吧 喜欢救 好 这边佳曲 他只乱舞 佳曲可能是准备一波带 准备看看能带走黄云 还是带走孙权 什么带走几个吧 反正 他只没带 关于带死 儿童受死 你可识得此阵 反家回去 邓爱没有杀了 邓爱不放乱舞 然而是卖雪了 你是不是很亏啊 决斗 你的计谋被撕破了 这各种无险啊 比拼无险的时候到了 终于比拼过了 孙权自己满 满 满腹神装 不要 非要就裸奔 想不开 好 还有没有后续了 有没有后续了 接下来孙权干嘛 打你啊 打你又不是无 管他是啥呢 你就算分不清什么装身份 或者什么的 反正你就打暗将就好了 他还要去杀群雄 有意义吗 不制衡 杀暗将啊 你杀群雄干嘛 你只有不平的杀暗将 暗将忍不住了 他自然会来出来打群雄 你去杀群雄 暗将就不杀群雄了 对吧 对吧 你喜欢杀群雄 暗将还杀什么群雄啊 这是菜 确实是菜 如果愿意杀群雄 他愿意杀 至少说四号好歹 对吧 跳得像个鼠 鼠 鼠 我愿意杀这个 还能有点道理 你吴国杀群雄 我就觉得完全没有道理了 对吧 你想一想 你吴国就算不杀群雄 那边群雄也是二打三 群雄也没有什么优势可言 对吧 你去杀群雄干嘛 反正就很菜 是吧 好 加许 加许继续离间 这边是个外学的 什么曹丕啊好了 终于这个曹丕出来了 藏了半天 他选择继续击火曹丕 可以吧 毕竟他有完杀 你别反了也被翻了 不过 不过其实啊 他看过暗将是为了 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打暗将更好一点 因为你只有把暗将打出来才有嘲讽 你看这个孙权 每回合出一张杀 制衡也不制衡 不知道在想什么 那此时机会一到 没想到吧 因为手里有AOE 直接让将收人头 把这画头打死了 藏不下去 也不是说藏不下去吧 就是 这回合收人头 可能会能直接建立优势 然后放这个AOE 把这个 贾许翻了 把贾许翻掉 然后看看利用两回合 能不能打死贾许 这个孙权 也不知道手里留什么牌 反正也不舍得制衡 就是 这里冰住 这个以费 以费 今天下回合 对吧 再利用这个放逐 如果 哪里走 就反正很寂寞 表示被翻面了 我看不清了 贾许已经黑了 看不清 然后下回合 如果打不死 再把它翻了吧 孙权 孙权说 留了一万个桃子 反正 很喜欢桃子 对吧 很喜欢桃子 就吃 吃就吃吧 那你吃 都吃光了 刚才留桃子 不知道有这样聊 现在不留了 怕拜托 拜托 反正这边咱们有三心刀 再继续戳甲雪 然后放半剑 看能不能打死他了 打死最好 打不死就 打不死那边 邓爱再捅一刀吧 邓爱也不想卖血了 行吧 代表是 如果你打不死 我来打死 这就是孙权 这就是孙权 为什么刚才各种 去杀群雄 好 现在局势控不住了 就装托管 其实我觉得 本来孙权的局势 挺好的 因为他是毒苗 他孙权周太 接下来进入魏国的优势局了 你的寂寞被撕破了 孙权又回来了 反正不再自己回合 就消散了托管 神乐 仿佛一个神乐 其实已经燃并乱了 这边添路了 直接这铁索梁花 雷沙 单偷 盟军已崩 就是 打路人局 总有一些人盘不清逻辑啊 然后活在 晕迷的状态之中 先看一下第三局吧 主角玩家的地 叫江山风云 378区的玩家 感谢他录像 这里 刘备张飞 朱元壁合还可以 刘备甘夫人也是朱元壁合 但很弱 姜维就很强了 姜维配个 姜维配甘夫人 其实还可以 就可以回血 配张飞 就是那就主打输出了 对吧 看你怎么选了 配甘夫人其实也不错 因为姜维其实挺需要回血的 好 选择了甘夫人姜维 看看这局比赛 一马南蛮入侵 其实我手牌其实并不是很好 只有一张杀 防御力非常薄弱啊 这边一个南蛮放来个贾许 贾许如果是大嘴怎么办 那就叽叽了 看一看吧 这个贾许叫别说话 杀我 别说话杀我 杀他 扔了个冰凉 看不出什么了啊 顺手拽扬 点一马拽过来 先养装备吧 他不是大嘴还好了 不是大嘴 咱们可以这个 安心一下 虽然不是大嘴 但是他突然想对咱们动刀 好吧 抗枪了 那没办法 那只能说他选择了咱们来忙 咱们被忙了 那边四号位三血不卖 他可能不想忙 他可能就在找位 没找到位 就是吕布吧 杀人有技能 而且你这个忙的啊 这忙的 对吧 从你忙的动作不是位 就是群 大家看杀人的这个动作 对吧 好 这里吃的他过了 顺手牵扬 顺手牵扬 加一马挥扬过来 是养养装备吧 接下来 反正这边你可以晾 回子血啥的 不过盾还是挺好的 不舍得扔啊 愿意晾 你就晾了 找个桃 你怕这边好 这边不是裙 不是位 打包不行去了 也不能说不是位吧 因为他有可能看出三号是裙 甲曲乐主 这边他决定找个 找个桃子 然而 然而什么都没有 好吧 什么都没有 就只能这个全拉下了 然后盾他又不想扔 小小娃娃 乳秀未干 这个也没有挂盾 挑衅啊 好吧 杀 杀一到 好 有的人继续继续砍 这个也有技能啊 这好像数过的样子 那挺好 反正就砍呗 枉死了砍 都喜欢砍 就枉死了砍 这边出来个吴国 这边吴国呢 刚才被这个三号击火了 所以他肯定反扎过去 也没什么问题啊 这边主持讲说 一拆一杀 我活着就要弄假许 他的意思就是啊 你们其他势力 不要不要来掺和 其实这也是嘴对那种方式 意思就是 我只打假许 你们其他的人不要管 不要来弄我 直接在掩护自己啊 这边果然吕布 是不战 更待何时 这里肯定要要站了 你可识得此阵 你可识得此阵啊 沃龙也出来了 沃龙并不想掉血啊 这把这个八卦阵 是可以出来了 这录像应该是 比较早的录像吧 这边要打死点血啊 他应该有桃的 问题不大 无中生有 雕虫小技 下一刀 看看八卦阵的橙色 八卦阵的橙色非常好啊 而且连判两张闪 预示着好兆头 来吧 有没有什么厉害的武将 没有了 没有那就摸摸的过吧 当然这边这个人不卖 那也不是为了 五号不动 他继续杀群雄 非常的卖力啊 很正常啊 有鼠有无 他很卖力 对吧 正好符合 他推断出来的身份 鼠无嘛 对吧 这也可以回血了 因为有盾了吗 有八卦阵了 就不要人王盾了 就拿个桃吧 不要桃吧 拿个桃纸啊 桃纸还是很重要的 拿了个桃纸 然后关了一下八卦阵 叫你主将出来 叫你主将出来 控制一下自己的八卦阵嘛 才开始杀群雄 杀吧 反正下家是鼠嘛 对吧 然后这边大鼠 我又开始砍 砍个痛快 能不能快一点啊 如果六号也是鼠 那更好了 反正大家都在打群吧 咱们就打着 打着痛快 好 这边老黄中马代出来了 马代表示啊 谁说你桃子很多 我先封了你的魔 封住你 让你救 你不是桃子很多吗 这边由他封住了贾许 所以那边去拆吕布的桃子 把吕布桃子也拆了 好 这边贾许啊 足 足足足 看他是什么 好 龟仙人啊 马代果然神勇啊 龟仙人被打死了 没办法 被封魔了 这只能说非常的厉害啊 黄老将军 威武 让他放了一个南蛮 有神乐好吧 这位神乐乐住孙前是比较正确的 孙前这个还有个三学武教 还能很厉害 不能放他出来 这里就不要说一根筋了 我打死寻求 然后紧接着还乐寻求 这里乐孙前比较好 因为那边 语布最多就是个菜刀 最多砍一刀 无所谓 好 这边沃龙 沃龙开一个桃园 表示我有无蟹 我可以无蟹你们这帮人 不让你们回血 对吧 并不 咱们再补一波牌 给马带补一波牌 这边再无蟹 各种无蟹 反正表示自己无蟹很多 再拼无蟹 然后吕布也无蟹 此时五号是鼠 就可以亮了 不是鼠 那不是鼠 他也亮 他表示要抗鼠了 OK 没有问题 呼唤 呼唤不出来的 不是卖血 没想到吧 投一波 逃都被偷了 很尴尬 八卦阵又被撸了 也很尴尬 然后还要吃一句酒杀 这就很淡碎了 六号位离馅了 离馅一秒钟 好吧 不知道到底是鼠 还是无 拼将性命 可保将军周全 这边再动一波 又回来了 离馅也是恰到好处 拿来张五股风筒 都是排队 都是一堆烂牌了 啥也没有了 都是一堆渣渣了 其实我感觉不好 这个五股不开可能好一点啊 因为后面他可能没看排队啊 排队就是那些排了 都没有什么 根本不可能有桃子 就排队剩下垃圾牌了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就是 你这个很容易让这个 后面孙权啊 什么吕布过到未知牌啊 当然了 这里看看马带能不能打死孙权 好 怕一张黑 决定封了案件 但是黑了就封不了桃子了 看能不能打死孙权吧 这个其实还是挺关键的 好 南班入侵 张辽救了一下 张辽现在还偷了男朋友桃子 这个很正常 他不可能让孙权死的 但是黄老英雄还可以再砍一刀啊 顺手牵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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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刀 这个非常的潇洒 孙权如果死了 局势还是不错的 这个蜀国 打蜀国 这个也有这个 把别人在地下摩擦的时候 好 这边亮了一个孙笨 你看你选四血不就死不了了 对吧 还能做村牌 孙权孙笨明显是四血好 谁能挡我 这边就不敢杀八卦阵了 对八卦阵已经失去信心了 表示杀不进去 咱们这边有神腾甲 张辽的话偷嘛 反正大概率也偷不到什么好东西 又呼唤 还是呼唤不出来 反正他也就能通过桃子 说不定有桃子 倒是有可能 有雷杀 希望队友能有桃子保住自己 这个混合非常的关键 非常关键 好 卧龙留了一个神桃子 漂亮 这手桃子留得非常好 舍命献马 护卧曹公 这里他要拆什么 拆掉卧龙最后一张手牌吧 拆掉青钢剑 也行吧 但是没什么用 那边有黄中 可能拆了卧龙最后一张手牌比较好 就是防止卧龙有无限 这边出来个奶妈 还要爆发 看看咱们能活下来 他有没有属性杀 他没有属性杀 他选择了杀卧龙 杀卧龙 杀卧龙就有可能杀出凤雏 龙凤本一家 是不是 如果是浴火重生 你们就蒙逼了 真的浴火重生了 浴火重生 傻眼了 好 给咱们兵住 兵倒不是什么问题 既有无限也可以空 这里没有 没有都拉下 给卧龙一个信号 告诉我 我没有关到 你给我打无限 因为全拉下了 明显是没有 所以给他一个信号 这火炸 就差一张 火炸在这里 太好了 砍一刀 这个香香 这香香 他拖完 连装个周态也不装 好歹装个周态 是吧 是不是周态 好歹你装个周态 对不对 不是 好像是不是 不是那就再见 足 好 香香二丈 这局其实蜀国这几个武将 都很有发挥 包括马代 风魔 这边 甘惚人补牌 姜维 关心 庞统 涅槃 沃龙 无限 这把蜀国各种 很有机会 这边通过涅槃 又有桃子了 又没有杀死姜维 姜维就一血 在这苟活着 火供 这里 达死吕布就赢了 达死吕布就算 姜维死了也赢了 张辽 曹鸿 你一个人 他这白板 谁也打不过 没有杀死 没有杀死的话 张辽就很有可能 把他杀死 好的 来 谁还有桃子 再来一个 再来一瓶 难道卧龙还能 再来一瓶吗 我去 我只能说 张辽的手不够骚 卧龙你太屌 各种再来一瓶 这把 这个三个蜀国 这个 充分利用他们的技能发挥的极致啊 所以说 也是赢的理所应当啊 天文地理 丞相所教 为 铭记于信 这里控一下八卦阵吗 拆了这个 他最后一张牌 然后控一下八卦阵 再把这个狮子调 调戏了 回个雪 很开心啊 非常的开心 然后带走这个吕布啊 再走吕布的话 就控不了这个 卧龙后面的牌了 你可 时得死阵 只有神陶元 OK 神陶元一开 可投 这把这个真的 这把这 你看这个蜀国 这六个武将 其实有的时候 胜利啊 往往在于就是 你的武将 能不能充分发挥技能 这把蜀国 恰好是六个武将 都充分发挥了技能 所以就是导致看起来 这个强度很高 是不是 把这面五个人 按在地上摩擦啊 当然了 运气也是非常不错 就是 卧龙好几个关键的桃子 都很不错啊 各种条件综合到了一起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